七十一 黄承燕为何私放蜀汉仇敌陆逊三国演义 终有一处文字扑耐人寻味 小说八十四回名为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不拔阵途 在刘备兵败之后 陆逊去追 追到江边 看到几堆乱世 可乱世中却隐隐有杀气流露 陆逊大疑 寻访当地百姓询问 说是诸葛亮在入川之时 曾经在此地布阵 因此阵中经常有云起涌出 陆逊到山顶观看之后料定无事 以为不过是祸人之术 便率军进入阵中 可不料刚进入就飞沙走时 狂风大作 急忙退兵 却找不到归路 此时有一老者出现 将陆逊带出险地 此老如此讲述 老夫乃诸葛孔明之岳父皇成艳演 西小旭入川之时 于此布下石阵 明八阵途 临去之时 曾吩咐老夫道 后有东吴大将谜于阵中 莫要引他出来 老夫事于山岩之上 见将军从死门而入 料想不识此阵 必为所谜 老夫平生好善 不忍将军谢莫于此 故特子声门引出也 此段文字有多处不可解 我们看看诸葛亮为何要布下八阵途 布下八阵途的时间 还是在几年之前 当时刘备假节平定张鲁的名义入川 之后诸葛亮写同赵云 张飞等人同聚川树 将荆州留给了关羽 而在经过魁关之时 沿江设下此阵 阵法有一个很大的局限 不能随便移动 因此最大的功用是用来防守 诸葛亮就是担心 一旦荆州有事 可以用八阵途阻挡敌军 而此时刘备战败 陆逊率军追击 正是八阵途发挥作用的时刻 皇城厌弃杀敌最好时机而不用 此一不可解 莫非是事前诸葛亮改变主意 只是皇城厌如此 马良曾经问诸葛亮 一旦刘备战败 成都将如何面对 诸葛亮说 陆逊必定不敢来追 马良问原因 诸葛亮说 当年入川的时候 就在于傅普埋伏下十万雄兵 马良说自己来往于傅普多次 根本没有见到一兵一族 诸葛亮说 不用多虑 以后自然就明白了 从此段文字可以看出 诸葛亮根本没有改变当初的决定 是非常希望以八阵途来大败吴军的 皇城厌其诸葛亮因妾嘱托于不顾 此而不可解 那是否皇城厌此人昏溃 诸葛亮所托非人 不是 皇城厌本是荆州民事 和庞德公事之交好友 和司马辉等人已交情非欠 崔周平 徐树等人都对皇城厌非常敬仰 可以说德高望重 加上是诸葛亮岳父 正是托付大事的上家人选 而且从皇城厌出场十两府淫中 也可以看出此人超脱名利 目光如炬 是一位真正的智者 以皇城厌之德 以岳父之尊 竟然做出如此昏溃悖乱之事 此三不可解 那为何皇城厌如此呢 我们细细品味皇城厌的话语 和当时天下之局是 自然可以了解其中三妹 皇城厌在和陆逊的对答中 明确地说出了自己救出陆逊的原因 老夫平生好善 不忍将军羡慕于此 故特子声门引出也 可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皇城厌真正的目的是拯救蜀汉 拯救他的女婿诸葛亮 在刘备嘉江七百里下债的消息 传到了成都之时 诸葛亮大惊 说在地势低下之处扎营 是兵家大忌 加上连营七百里 前后如何传递号令 何况天气炎热 草木干燥 一旦对方用火攻 如何来解救 诸葛亮不禁悲叹 汉朝气数修矣 了解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在刘备公吾之前 蜀汉拥有川树和荆州 且大胜曹操 取得了攻取天下的优势 而怡陵兵败之后 蜀国精锐尽丧 民众怨言大气 加上荆州失去 从此失去了争夺天下的可能 诸葛亮的悲叹 正是源自于此 而北方的曹丕 在了解到刘备下债布局之后 以为陆逊若胜 必进举吴兵去取西川 吴兵远去 国中空虚 朕需托以兵驻战 领三路一起进兵 东吴唾首可取也 曹丕虽然才智不及曹操 然奸诈如出一辙 而这一点 黄承燕当然也会知道 黄承燕家在荆州是世家大族 在刘表之时 刘表后期菜式 是黄承燕的妻妹 黄承燕自己也在荆州市林 有崇高的威望 赤笔之战之后 荆州归于刘备 作为军师诸葛亮的岳父 自然同样为朝野敬重 刘备公吴 节节胜利 当时的荆州 大部分依然是蜀汉掌握 黄承燕虽然号称归隐 想必对军前局势也了若执掌 曹丕都能准确地做出判断 作为一位有非常远见的智者 黄承燕当然也能够准确判断天下局势 于是 东吴军队进攻蜀汉 进军八阵图 势必大败 朱江陆逊甚至可能身亡于其中 这对于蜀汉是好事 但更是坏事 当东吴的主力部队在八阵图中消耗 甚至主将死去之后 面对强大的魏国部队 吴国势必图崩瓦解 而一旦失去了强援 此时的蜀汉无力独自对抗曹魏 不久就会被拥有中原和江东的曹魏迅速消灭 天下一统归于曹魏 这是黄承燕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 黄承燕在没有得到诸葛亮的指示下 把陆逊带出了八阵图 保存了东吴的主力 而陆逊在得知魏国大军来犯 也立刻回军抵御 蜀汉得以喘息 既然 黄承燕知道救出陆逊对于蜀汉是如此重要 为什么不说是诸葛亮的命令 而把美名归于自己呢 还有 我们翻遍三国演义 在救出陆逊之后 黄承燕也再也没有出场 对于这一位有大功于蜀汉的人 刘备也好 诸葛亮也好 为什么没有任何表彰的迹象 因为当时刘备还活着 在刘备出兵东吴前后 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 已经非常微妙 甚至可以说有些排斥 在以往的十多年中 刘备无论大小时 都会征求诸葛亮的意见 可此次经过出征东吴却没有 甚至在出兵之后 也是是独断专行 尤其不听所谓丞相的意见 在刘备冰白之后 面对诸葛亮 刘备心中极为愧疚 可愧疚同时又有几分猜忌 对当时与东吴的政策 刘备也持对抗意见 因此朝廷上下都无意和东吴交好 黄承燕这样私自放走东吴主帅的行为 当然得不到蜀汉官方的表彰 作为女婿的诸葛亮 当然能够明白岳父的苦心 可面对一脸病容 对东吴充满仇恨的刘备 诸葛亮也只能选择沉默 于是 失去荆州 主力尽丧的蜀汉 龟缩在四川 铁石伤口 等待时机 到刘备在白地城去世之后 诸葛亮不顾朝廷上下的众多非议 坚持和东吴联盟 并主动派使者前往东吴修好 重新建立起孙刘联盟 但因为是陆迅间接害死刘备 就算是东吴众人皆可原谅 营救陆迅绝不可原谅 于是黄承燕依然沉寂了下去 不过黄承燕本来就是一位淡薄名利 看待荣辱的隐世 以他的修为 更不会在乎这些世俗的荣誉 只要对女婿诸葛亮好 一切都已经足够